还要看这真的是饮水思源 这是台中市新社区的白冷寸 水源是来自大甲西的上游 透过这条白冷寸把水引到新社 让干旱的新社能够成为凉田 现在更是水果与花卉的故乡 而台中市政府为了改念设计 建造白冷寸的日籍工程师基田千雄 是特地推动了白冷寸文化节 也邀请了他的后代子孙 前往现场来参与活动 在充满浓浓日本味的泰古声中 白冷寸文化节草地音乐会 在绵绵细雨中展开了 这个活动是新社居民 为了改念基田千雄先生克服万难 新建白冷寸 将大甲西上游白冷高地的水 引至新社 让原本干旱的新社成为凉田 造成当地的繁荣 新社台地这边缺乏水源 所以总督府他就请基田千雄先生 他设计了一个水粒工程 他把水源从白冷地区 高山白冷地区 把水引到新社台地来 因为这样子呢 那我们新社台地有了丰沛的水源 所以才会造就了这边是水果跟花的故乡 这个文化祭除了纪念先人之外 历史以及知识的传承 也是很重要的课题 利用电子书以及最新科技VR 让参与民众能够产生互动 我觉得可以亲近大自然蛮好的 让我们正了解这个白冷俊 这个这方面的一些文史活动 蛮适合亲自出来交流的这样子 藉由音乐节的活动 让杨刚的白冷俊文化 也能够跟民众有不同方式的交流 今天的白冷俊 不只是水利设施 它已经变成当地的文化 更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台中市政府连续第三年 举办白冷俊文化节 也连续第三年邀请 姬田天雄的长外孙回到新社 一起享受新人 当年心情开拓的成果 921大地震后 部分白冷俊设施损毁 当地因此发起复活运动 修复白冷俊 也将10月定为白冷俊文化祭 藉由观光活动的行销 让更多人知道 当年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 对地方发展的影响 民事新闻 郑孝卿 台中新社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